公寓楼顶的水箱内浸泡着一具女尸 水箱装着整栋楼的生活用水 而楼里的居民们对此毫不知情 依然照常洗衣做饭 本片取材自泰国真实的新闻事件 故事发生在泰国一栋公寓楼内 公寓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租客爆满 人们生活也是其乐融融 经常聚在一起吃香喝辣 直到这天 一个漂亮女孩来到公寓 她来找一个叫阿东的男人 诉管小美二话不说 就把她带到阿东房间 小美在二人中间 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手语 充当翻译 原来阿东是个哑巴 整日在家冬次搭次研究音响 没有固定工作 靠卖面粉维持生计 而女孩来找阿东 就是为了买面粉 可是她没有钱 只能用自己的大长腿作为交换 阿东看着女孩清纯的脸庞和完美的身材 竟然一见钟情 满口答应 二人进房之后 女孩想要先咽火 紧觉得阿东让她转过身去 然后在衣柜里一阵翻找 果然拿出几颗药丸 女孩正要伸手去拿 阿东猛地缩回手 一个眼神适应 女孩瞬间心领神会 二人一阵翻云覆雨之后 女孩潸然泪下 阿东看着楚楚可怜的女孩